中国第一条磁浮空轨车辆轻国号 日前在武汉下线 将应用在江西一条全长878米的 永迟沿浮技术工程示范线 设计最高运行时速120公里 还可以实现自动驾驶 轻国号是世界上首次将永迟沿浮技术 应用在空轨车辆制造 它的运行原理是利用永迟体 和永迟轨道之间的排斥力 采用非接触式牵引方式 实现车辆缘浮 并且利用电池导向 实现零摩擦运行 它有安全、节能、舒适 爬波能力强、转弯半径小 以及噪音低等等特点 而空轨这种圆挂式空中列车 优势是造价低、占地少 视野开阔、同地面行人、汽车互不干扰 可以用来连接旅游景点和商业区 或者作为机场、地铁、火车站、长途黑运站之间的中转工具 中国是计德国、日本之后第三个掌握空轨技术的国家 中国中铁科工集团 已经在武汉 气好拥有全自动自主知识产权的近一公里空轨试验线 目前 安全平稳运行旅程 已经累计超过7000公里 或者实验全线无人驾驶 申请了百多项国家专利 其中包括23项国家发明专利 英国号项目 倾具科研创新性、挑战性和示范性 对于发展江西系统、泳池产业链 和红色旅游经济 有重要的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